最近我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 复旦团队发表学术论文 通过喝茶研究出了人体经络的影像 看着这张漂亮又猎奇的论文配图 我不禁陷入沉思 我平时天天喝茶 难道已经无意间打通了人独二脉 科学中的沙雕实验 必到可能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让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讲了些啥 我首先下载了论文 标题叫查激发的人体红外图像 表明经络存在 看到这儿很多朋友们就要问了 什么是经络meridian呢 经络是中医概念 为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腐 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通路 武侠中的人独二脉 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论文作者招募了42名志愿者 15男27女 请他们半裸上身 喝了12种不同的茶 喝完后两分钟内 用红外成像仪给他们拍照 观察体表的温度有什么变化 哎呀 想想这个场景有点羞羞的是怎么回事 结果非常amazing啊 喝完12种茶之后 人体不同部位的温度会迅速上升 而上升的部位 恰好正是人体的12条经络的位置 一种茶就对应着一条经络 比如喝完龙井茶 人这条区域的温度会上升 而这也正是人的足太阳膀胱筋 这是巧合还是天意呢 文章一次论证了经络的存在性 并认为喝茶实验的思路揭示了靶项药物设计的新方法 这个文章吧 怎么说呢 就是它很玄乎 让我难以置信 一种茶打开一条经络 那要把12种茶混着喝 岂不是整个人都裂开了 但是从科学精神的角度讲 你不应该先入为主的去否定它 毕竟人家实验摆在那儿 科学就是要相信实验的结果 那既然这样 我们也来实验一下 我们采用李辉老师论文中的绿青红白黑黄六种茶 李辉老师茶的包装上竟然还写了它对应的经络 严谨起见 加上对照组热水 以及气氛醋冰口落洗茶咖啡 茶均按论文说的方法泡了喝 首先脱衣静足20分钟 麻烦先生打一个麻烦 谢谢 哇 三瓶给你洋茶心呢 然后在半小时内分三次喝50到60度的茶 每次300毫升 喝完两分钟内拍红外图 结果非常完美啊 这是喝红茶前后人体的红外图像对比 由于设备精度问题 拍摄前后整体上color map可能会有差异 所以我们重点关注 是否有某一块区域的温度相对周围上升了 大家能看出什么规律呢 欢迎在大幕里面分享出你的结论 我觉得有两个明显的结论 一 我胸冷 二 我头顶上涂一块 其实从图中能看出来 人身体各部位的温度的确是有差异的 脖子胸腔比较热 胸壳肚子比较凉 但喝完茶之后 除了整体好像热了一点 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差异 似乎并没有激活我的某一条经络 我现场喝完也就是觉得挺热的 这几张图分别是喝绿茶 清茶热水的图像 我是没看出来哪里被激活了 最后这几张是和可乐洗茶咖啡的图像 感觉喝完咖啡后被下方变热了 喝完可乐肚子变热了 不知道和我当时憋疗憋得太难受 也没有关系 我估计可能很多观众会质疑 这篇神文的作者究竟是何方神圣 它究竟是一篇正规的学术论文 还是像鸡蛋反身那样的野鸡论文呢 那么下面我们来给大家详细解决一下 先看作者 这篇论文有十个作者 来自四个单位 都是正经单位 第四作者貌似还是海贼王路飞 文章第一作者金文利 是上海科技馆的讲解人 通信作者李辉 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 让我意外的是他俩还是一对夫妻 所以这是一个老公指导老婆喝茶的科研 李辉教授是人类学专家 曾经在Science Nature的期刊发表论文 还被Science报道过 大家以前可能听过 有研究通过Y染色体 找到了曹操的后代 发现中国有近一半的男人 来自几千年前的三个共同郎祖先 那个就是李辉老师的大作了 他还出版过《茶道经》 诗集《茶多语》 我想经过这些年 李辉老师的手解泡在水里会有茶色蔓延 再看期刊 本文发表于Quantitative Biology 这个期刊归属于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 对 就是你买教材那个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编们很多都是清华北大工科院的 虽然它不是SCI 但是也是有peerreview的正规期刊 一方水堪养一方人了 所以 这篇喝茶论文水归水 但它是正规期刊上 由正规客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 这已经比大部分人强了吧 欢迎大字弹幕里面分享出 你发布的论文篇数和影响因子 我倒要看看人均科研水平 很多读者可能觉得 那喝茶拍照谁不愧 这也算科研 大错特错 李辉老师的喝茶实验十分严谨 看完你会觉得 你这辈子的茶都白喝了 首先 这42位志愿者必须是身体健康 器官健全 而且不能胖 男性平均BMI是22 女性是22.9 BMI指数大于26直接淘汰 你反思一下 你有没有资格喝它的茶 这个是因为脂肪会掩盖体内的热量 你喝了半天茶 这个红外只能拍到你一身热乎乎的肉肉 那么经络值的概念 在你身上也就失去了意义 随后 这42位志愿者在2018年7月的一天 踏上了实验的真诚 我开始以为既然是实验嘛 那应该是封闭在某个实验室里面 每天喝茶寄付着 不 他们直接去了福建福顶泰姆山的一个茶叶庄园做实验 我一艘好家伙 还是个住宅景点 你以为的喝茶实验是这样 其实它是这样 喝茶实验比较艰苦 志愿者在实验期间不能摄入任何盐和调料 只能吃蔬菜水果清水猪肉 你想想你受得了吗 细度实验不回 我发现 除了这42名实验员 还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员被李慧老师反复提及 文章中代号 Emily Emily比其他的实验员更苦 她早在2017年就开始了预实验 先绝食了三天 然后独自喝了512种茶 又选出了最适合本次实验的13种茶 甚至文章中所有的棒果红外影像 也全都是Emily的身体 我个人觉得她的线条还不错 就是要做好表情管理 我不知道李慧老师原来Emily多少钱 为什么Emily对实验如此热情 而且膀胱能如此坚挺呢 直到最后我才发现 The original imageries of the volunteers were not permitted to release for a guaranteed privacy Except for Emily a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原来Emily净是她自己 李老师辛苦了 更震撼的是 文章中提到 Emily在喝了一个月的黄茶之后 竟然还顺便治好了自己的圣洁时 让人看完直呼李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也难怪李老师喝黄茶的时候 表情这么开心 化合和别的茶截然不同 李老师选择了黄茶、黑茶、白茶、绿茶、青茶、红茶 六大茶类共13个品种 这篇论文对我最有价值的地方 就在他有一节叫Teammating 详细地介绍了每种茶的产地、风味、最佳泡法 让我恨不得再花129元买李老师几节茶客 我把这份的精华总结成了下面这个表格 哪怕你不信中医 这张表格也一定能让你认识不少中华好茶 重藏一款适合你自己的茶 比如你觉得自己的膀胱冷的话 不妨多喝绿茶 回头我一定要买一包茄子味的茶尝尝 前几天一条新闻还提到 李老师复原了唐代的黄茶工艺 还成功带货成为了贵州的扶贫项目 等一下 李老师在卖的黄茶 不就是治好了李老师自己肾结石的茶吗 李老师这一波妙啊 真是太有自制之谜了 喝茶的实验过程其实比较简单 就像我们前面演示的那样 文章中说了 男女是分组实验的 你在想什么 但这个结果也比较的夸张 图中最热的大红色是34度 最低的蓝紫色是27、8度 如果真的喝了一口茶 两分钟之后就打通了精度 脑子瞬间就被肚子热了七八度的话 那我当场嚼上一包茶也打通人肚耳脉 我踏平美利坚活猪特朗普 此外实验还有一些更细节的发现 比如喝完黑茶中指最热 喝完白茶大目指最热 喝完清茶湿指最热 李老师你确定不是杯子太汤了吗 这篇论文呢我就介绍这么多 我只能说实验是精心设计的 成果也是有原始数据的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而言 它是完整的 那至于结论大家信不信呢 你就见仁见智吧 你可以在这里投票 我那不敢妄言哈 我个人只是觉得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 六种茶的分类是近几十年里 根据茶的制备工艺分的 而十二经络貌似在《皇帝内经》就有记载 这两者相隔2000多年 也没有啥关系 既然能建立一一对应 就很玄妙 我也期待李老师能破解这背后的原理 李老师最先的高情商回应说 这是一个非常初步的探索研究 绝对唱不上完美 但是完全可以第三方独立重复验证 已经有很多团队联系 跟进重复实验和深入探索了 这句话我理解的第一情商版本就是 已经有很多人来找李老师卖茶了 目前呢 我已经拉着周围的人 加入了喝茶实验的大军 我想 这篇论文别的不谈 至少给我日常喝茶 多了一份学术雅致 多了一层养生之道 也给我的推荐生活带来了快乐 也算是对茶文化的丰富和发扬了 我现在就去喝茶了 等我以后飞黄腾大来 我也去搞一个我自己的茶叶品牌 就叫毕业 广告词我都想好了 想毕业 喝毕业 喝毕业 早毕业 观众如果有想跟我合作搞的话 欢迎和我联系 记得给我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